近日有这样一恶性事件 一发声明迅速引起了全网讨论 以这叫女子在公厕被陌生男子拖拽殴打 无辜被打20分钟 还要被质疑被打是因为穿着暴露 甚至随后还要自证穿衣没问题 什么时候女性穿衣自由成为被攻击的理由了 现嫌疑人已经被逮捕 究竟是什么仇什么怨才让她痛下狠手 今天帮忙就带大家聊一聊公厕被殴打事件 11月20日发生了这样一则恶性事件 浙江金华市的一女子半夜在公共厕所被殴打 一经发布迅速引起了全网讨论 在网传图片中 原本被打之前的少女可以说是容貌毅力 绝对的小美女一眉啊 但万万没想到 这样的她却突然遭到了这样一件糟心的事情 被打之后的她 即使送医 但也能看出脸上伤口的猙獰 面部浮肿就不说了 甚至还有多处的血痕 为了治疗伤口 连引以为傲的长发也因此被剃掉 但她究竟做错了什么呢 事情已经发酵 本以为网友会心疼这个可怜的女生 无冤无仇突然挨打 本就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但万万没想到 评论区却呈现了两极分化 不少网友责怪这个小姐姐 肯定是因为她穿着暴露 才会成为受害者 甚至有人猜测她为什么大半夜出去 能是什么样的正经职业 更有网友直接开麦嘲笑 声称这女的就是活该 她就是引诱别人犯罪 诸如此类的字眼不绝于耳 甚至有人怀疑 是不是小姐姐作风不好 遭受到了前男友的报复之类的 但事实真的是他们猜测的那样吗 因为一局论的发酵 已经完全影响到小姐姐的风情 作为受害人 她还不得不自证清白 她声称出生在小县城的她 什么感情纠纷都没有 穿衣问题和作风问题更是无稽之谈 自己在小村庄开了一家小店 平时的生活就是看点和上厕所 出事当天穿的是高领毛线连衣裙 裙子的长度更是过稀 甚至还穿了肉色打底 难道这样都算穿着暴露吗 在事情发生之后 同村的这个犯罪人员 不仅没有道歉甚至还出言嘲讽 第一次犯罪就遇见小姐姐 使她自己倒霉 因为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才会选择在网上曝光 更是恳求网上那些恶意揣测的网友 给自己留点口德吧 面对小姐姐的澄清 很多网友还是保持将信将疑的态度 直到警方公布的嫌疑人信息发布 那个孩子才刚刚19岁 不可能和小姐姐有什么情人关系 作风问题更是无稽之谈 虽说小姐姐之前和男生一个村 但是不怎么相熟 这件事之后 也有不少网友感受到了 世界对女性的恶意 唐山烧烤摊事件的女生 她什么都没有做错 只是因为高兴和朋友一起去吃了饭 但没想到就天降横祸 甚至在店里面殴打不过瘾 几名男子还拉出到店后门出钱 他们之前与这几名打人的男子有怨恨吗 没有 但他们却成了过错方 因为穿着暴露 晚上出门 这次的小姐姐则更是无故 晚上要回家了 也没有出去乱逛 只是因为工作太晚 就被人攻击一时作风问题 难道真的都是他们的错吗 这也让我们不禁思考到 如果孩子是自家的孩子 大家还能做到如此置身事外吗 再把忙看来 真正的和谐社会不是阻止花盛开 也不是制止女性穿衣自由出行自由 而是告诉他们要保护花 去斥责那些破坏美丽的人 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谢谢大家